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就是在情绪沟通上面 尤其孩子的情绪沟通 不管是不是特教生在过程当中 当然总之会有一些情况要特别的考量 可是对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都在想 第一个现在的孩子在情绪沟通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样一些的问题 而这情绪的沟通如果一旦爆发出来的话 那真的像火山爆发一样 那到底该怎么办 好 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孩子跟家长之间 在每个家庭里面在做沟通的过程当中 你以为只有孩子有情绪吗 有时候家长的情绪比孩子还要来得大 每次你只要看到那个沟通的过程 尤其在教小孩不管功课或什么 你永远会发现那个爸妈的声音 越来越高 越来越大 大到最后 蹦的一个整个就蹦出来 那如果真的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又该怎么办呢 好 现在在节目现场 问你邀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每个家里面都会碰到亲子之间 像这样一个情绪沟通的一些状况 到底该怎么样能够平安顺利的长大 好 来 一开始我们给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那第一位为你邀请到的是良性专家 黄玉璇老师 五哥好 各位大家好 一人陈立晴 大家好 五哥好 知识梅田 迪志伟 五哥好 大家好 律师 舒嘉宏 五哥好 大家好 好 这件案子 基本上我不知道 志伟你有看过整个画面吗 有看过 而且这个案子以后 后来又蹦出了 在有一个效应里面 又蹦出了另外一个案子 所以这整个你看画面 真的会觉得蛮出目惊心的 好 这整件事的发展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大概简介一下 一开始你看到影片是 这个特教生在跟老师呛下 这个学生是个男同学 老师是个男老师 而且老师是代课老师 所以老师并不知道 这一班同学状况怎么样 他说他不知道 学校能跟他说 有特教生吗 因为他已经被贴标签了 因为他曾经在校园里面 有情绪暴走过 因为他住在第一排 李老师最近 那可能动来动去的啦 可能转笔啦 可能干嘛干嘛的 就是因为他要 countdown他的情绪 所以这个老师就觉得 他就murmur了一句 你这样子做会影响我上课 这个同学就不行了喔 押起来喔 拍桌子这样子啦 我跟你讲啦 这是学校给我的特权 当我情绪就是不稳定 当我那个 整蓝 没有 整八都会啦 就是满肚子火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可以用 我想要的情绪 只要我不影响 同学上课 我不发出声音就可以 但是这个老师不行 他就说 问题是你做第一排 会影响我上课 他又再讲一遍 那这个同学就 我就照他的原意讲 我 坐在这个位置 不是我决定了啦 这个同学就这样讲 是学校要我坐在这个位置的 他就直接上台 抢了老师的麦克风 把他摔到地上 然后呢 一副就是要揍老师的样子 哇 我觉得这老师很淡定 他非常淡定就是说 没关系啊 你摔这个麦克风不是我的 学校的 就叫你家长赔 一支三千三百元这样 那这不就是更激怒这个同学吗 班上有同学就是 也害怕了说 赶快去找教官 你听到那个 背后有这样子的声音 有人要去找教官了 但是我们看到影片结束 教官都还没有来 这个同学就是摔了麦克风 老师这样讲之后呢 他就直接用他的脚 他是用膝盖 去顶老师 那老师就被他顶到跌倒嘛 那跌倒之后站起来之后 就是说 同学你不可以这样子喔 然后但是他还是很淡定 拍拍裤子这样子 就跟他说 你现在这样子做 其实对你日后在学校的草性成绩 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喔 那这个同学直接骂三字经啦 然后直接出拳打老师 然后还拿东西丢老师 丢到老师的脸 然后扯老师的领子 这个老师就是 来 我就是任你宰割了 当然这个老师后来有去验商 那也跟学校通报 然后跟学校讲 就像您刚刚一开始讲说 我并不知道这个班级有特教生 OK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是后来就是让校平会去处理嘛 也找家长来 讨论说 这个事情你们应该要怎么样 这个学生我们是不是要 再让他做其他的规划这样子 那这个老师当然 他就是要对这个学生提出 那个伤害 该赔的都要赔嘛 眼睛也被弄坏了 所以我只是觉得说 这个Case跟我看到另外一个 也是特教生 他们是在厨艺教师 那是女同学跟女老师的对战 那这个女同学也是直接拿椅子 去丢老师 那这老师是很厉害 因为他是女生 不能被打嘛 闪过去那个椅子就飞过去了 但就是这两个例子 因为老师觉得说 这年轻人怎么会这么没有家教 对老师可以这样吗 但是他就是特教生 情绪控管有问题 那或许老师也 你应该要保护自己 也可能要理解一下他的状况 老师第一个 就是我们不用把特教生 贴上标签 对 可是这个案子 只要看过画面的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有没有在你的手机上 有很多人会流传这些 而那个看的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 台湾到底怎么了 对 怎么会孩子都这样 当然某种程度 也许在情绪控管上面来讲的话 有一些人确实在这方面 是需要检讨一些 可是这整件事情 老师你自己看 那你会觉得说他到底凸显出什么一些状况 是在情绪沟通单纯是这样吗 还是特教生在这方面的话 也是需要再特别讨论一下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这可能会是变成一个普遍的状况吗 因为特教生本身用特教 就已经是贴标签了 但是特教的情形分很多 像我们马尔甲的小朋友 很多我们安置中心 马尔甲安置中心的小朋友 很多是练特教的 可是一样是特教 他们也有很多情绪的障碍 也会出很多的状况 可是我们非常感谢台南这种特教学校的校长跟老师 对我们的小朋友都照顾有加 然后他回到我们马尔甲安置中心的时候 我们也会鼓励他 像我们有一位特教生 他就是小脑萎缩 然后他情绪有障碍 然后他耳鸣 他睡不着觉 然后他又因为小脑萎缩 先天性讲话比较不清楚 可是这孩子很乖 可是他就不清楚 可是就变成其他我们 我们安置中心是特教生 也跟我们一般的生 都像学校一样都放在一起 那两个人睡一间 所以跟他同床的 同房也可能是特教生 也可能不是特教生 所以经常会有冲突出现 那这种孩子你就是要个别处理 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他 这个孩子能够帮他什么忙 那这个小脑萎缩的除了西医以外 我还带他去看这种中医 然后我们就问他 我就问他说你喜欢什么 他喜欢体育 我就希望我们的主任跟老师 帮忙他在体育方面 去宣泄他的情绪 可是你绝对想不到 我们因为爱跟耐性 跟找到正当的管道 我们这个特教生 明年就今年要代表台湾 然后去参加这个世界的 这个滑市滑冰比赛代表 而去年得到蔡英文总统的国家奖 我带他去参加领奖的时候 蔡英文问我说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回来 我说我们小孩来临讲 他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特教生 所以我是觉得说特教生 他就是因为他是特教生 所以这个高中生的学校呢 也安排让他在第一排 免得他在后面如果欺负人家 他要干什么 就是喝止不住 所以让他以便管教 这个代课老师因为是代课 不用负太多的责任 所以他还没有去了解那么深 我就是把课讲完我就再见了 那这一次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特教生固然他情绪障碍 是需要控制他 他打老师是完全不对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里面 我认为老师跟他的对口 也是要检讨的 对啊 我们台湾说不用一句来一句去嘛 他跟你讲说我是因为特殊 他一开始就更亮白了 我是有特权的 学校没有人要到 这是孩子当特教生 其实孩子心中都有自卑感 他说我有特权 其实也是在嘲讽 我就写牌子 所以我安排第一排 不然你要怎么 他已经可以亮出这个身份了 这时候老师如果跟他讲说 不错啊 第一排听得比较清楚 你知道吗 就不一样了 但是这老师跟他对口好笑 你不用跟我耍特权 我不信你这一套 因为他说学校没有告诉我 学校没有告诉我这个 他讲这个都不必要嘛 因为你是代课嘛 学校没有跟你讲这个 是你的事情跟学生无关 他就惹他 他一直在挑他情绪 然后你知道 他特教生做前面 他不是优等生做前面 做到前面已经是一个 对他来说是个不光彩的事情 可是他不想在全班的面前 还变成笑话 所以他在对口的过程中里面 他也不知道如何自处是好 所以他用他的情绪 再跟老师才会爆发成 到最后这个样子 所以是很大的遗憾 但终究是个案 那我还是主张说 不要给特教生贴标签 因为我曾经自己辅导过一个特教生 他是自杀以后 然后我再去辅导他的 他跟我讲说一句话让我真的是 永远都不能忘记 他说没有人要当特教生 我们也是环境所逼 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因素 可能是学校造成 可能是同才影响 或者可能 如果你去探讨他的可能是生理 可能是心理 如果你去探讨这些特教生的背景 孩子出生都是一张白纸 最后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家庭 学校跟社会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刚才这位有讲说 因为老师有去验商 然后媒体上有讲说 是不是包括有伤害或什么这些 是不是要直接开告这些 这样包括特教生的身份这些 因为读高中生嘛 看起来是高中 可能还没有成年的这些 所以家长要负什么样一些的责任吗 那他特教生这样一些的身份 那会让他在形式或民事上面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免责的空间吗 我觉得这老师也蛮勇敢的 我自己觉得我是有时候不太敢 人家打我快跑啊对不对 然后可能这样 那一个老师他要维持一个尊严在那边 我看待课老师最后好像 最后有说嘛 他之后好像也在学校也有在教 有正常的上班嘛 所以他不太像是那种 好像只是来带一两堂就走 他会 他可能还是有一个routine 所以他在那边某种程度上 他会维持一个老师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状态里面 如果碰到他这样打的时候 那我们先跳到最后面 能不能告可以告 因为只要是人被侵犯的 然后对方不管是谁 我们可以提告 不过如果这个人 他脑袋精神戳乱 他真的是要别罢了 他就那个这个状况的话 他 就他如果心神不是 就我们讲一般的心神状况 心神状况他根本不知道 那是另外一种 那另外一种 如果特教到他那种 他根本没有办法了解 他自己在做什么 这种情况下 你告他 那当然这个就不好意思 他就会鉴定完 他就其实没有责任的不法了 可是在这状况下 我从他的治理行间 似乎可以感觉到 他是知道他做的事情 不是这么正确 所以某种程度 他是要负这个责任 只是说他今天未满18岁 也有特殊状况 当然你告他的时候 他可以收到少年事件处理法 比较特别好一点 也就是说什么 那一般我们都会送到警察局 可能有的时候严重 其他要不要急啊 他这状况是少年法庭 因为他应该讲白的 他只是一个轻伤 也就是毁损或是骂 那这情况下 基于教育的立场 因为如果 因为可能这特教生 如果之前有碰到这状况 很多人都说算了 算了 那这老师 他有做这事情 反而其实我觉得 会让这家长更警惕 甚至让他知道说 原来这不能喔 不能说 因为家长民事上面 要负年代的赔偿责任 而这特教生 如果他 他如果状况 没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他也会知道 原来社会上你离开校园之后 在保护场之后 又千奇百怪的状况发生 那这个老师这样做 我觉得还蛮勇敢的 大部分蛮勇敢的 不过这件 当然这件媒体上有报导说 家长也有带孩子 去跟老师去道歉 那当然这件事 后续怎么样处理是一回事 可是他牵执到 毕竟他牵执到另外一个 校园安全的问题 因为孩子在学校里面 家长的想法都是 我只要把孩子送到学校 理论上学校 学校就应该是非常安全一些的地方 可是历前我们刚刚讲这个状况 孩子如果在学校 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或最近出现几个 校园这些的报导 你会担心孩子在学校 可是历前我们刚刚讲这个状况 孩子如果在学校 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或最近出现几个 校园这些的报导 你会担心孩子在学校 我还好耶 其实我没有担心 因为我发现现在 几乎学校每一个班级里面 都会有一两个资源班的 什么叫资源班 好像是比特教更轻微的 还有这个名字 资源班 资源班的 就是一个班级里面 都会有一两个资源班的同学 像我女儿他们班上就有一个男生 他是资源班的 但他就每次他放学都会跟我说 那个同学就是在学校可能 因为还是看得出来 所以有些同学会刻意去 也不能说欺负他 就是开他玩笑 比如说开他名字上的玩笑 什么 他就会有时候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会翻桌 翻完自己的桌子 然后会边哭 又去翻其他同学的桌子 然后还会把有一些东西 就从二楼丢到一楼去这样 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可怜喔 我就说那你如果有同学欺负他的话 你要不要帮忙他 就是帮忙讲几句话这样 然后不要成为加害者这样 他就说可是我不敢 因为如果我讲了 他们就会变成针对我 而不是针对他这样 这不要跟老师讲吗 老师在旁边看 对 翻桌的时候老师也在旁边看 老师在旁边 那老师也姓苏吗 你是不是也逃跑了 我觉得老师跟苏嘉宏比较像 没有 那个老师比苏嘉宏勇敢 他站在旁边看 直接面对 不要让他失控 对对 我一定先面对 后来老师有处理 老师好像就是会把他 个别叫到别的地方 然后好好的辅导他 那我有听我女儿说 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他好像慢慢一点一点进步 因为他本来是会翻桌子翻椅子 后来他已经变成忍耐 然后用哭的 然后就告诉自己就是 慢慢就是平和情绪 他就说他看到他的改变 所以就是资源班或特教生 可能周围环境的同学和老师也很重要 可是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 当然你说不是单纯 还有一个叫资源 资源班还有叫特教生 你不是在针对这些事情 而是当现在的社会形态 跟以前不太一样 当资讯的获得 比以前跟火箭班的快速的时候 现在孩子跟 你不要再告诉我那种 50年代 60年代 什么上面讲下面听 不要再告诉我这件事 可是总要找到一个沟通的方法吧 或是一个学校里面 如果讲孩子现在的情绪在控管上面 是不是真的比较容易被挑动的时候 或是比较容易失控的时候 那孩子在学校到底该 到底该怎么样的相处 爸妈跟孩子之间又该怎么样的相处 你又该怎么样告诉孩子之间 可是有很多时候事情的发生 对 有很多时候事情的发生 不是 不是单纯的谁对谁 而且大家都是一般的孩子 没有谁告诉你什么特教政治人生 都没有 那有很多时候事情的原委真相 不是这么容易清楚的啊 对 那有些父母他就是 你被老师告状了 你被人家家长同学说 你欺负他的小孩了 就是先教训自己的孩子 但是你可能没有去问到说 到底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老大老二的个性天然地北 哥哥就是比较活泼 他是不会被欺负的 他很会看风向 他会欺负人 也不是 他就是会看人脸色 那一场 真的喔 跨老百姓 那弟弟就是憨憨的 被欺负了他不讲 那他也不可能欺负别人 我对我儿子的了解嘛 那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儿子以前一二年级比较过动 就是他上课就是会扭来扭去 因为我们有带他去做这个检测嘛 就有轻微的过动症 那当然就是医生就说 你就带他去跑步让他放颠 所以我们也很伤脑筋啊 因为他都会在沙发跳跳跳啊 他看电视就是不坐下 那你打也打骂也骂 乖乖的坐好 一下子他又开始扭来扭去 所以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他一二年级的老师也是常常 联络簿就写 爸爸你儿子今天怎么样了 什么什么 我也是蛮痛苦的 但最后我是带他去看了 医生有医生的证明 我就附在联络本给老师看 那老师也尽量就是对他 不要这么凶 因为我曾经去那个园游会啊 就是比方说有同学在哭了 他第一个就叫我儿子的名字 他说你又对人家怎么样了 我在现场 结果我后来明明是 那个同学自己摔倒在哭啊 他就认为是不是 我儿子欺负他这样 好 到了中年级 他状况比较OK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会担心 那那一次是这样子 老师写联络簿说 你的儿子把同学的笔摔坏了 然后呢 同学的父母就觉得 这个要请摔坏笔的同学 爸妈陪他一支笔 我想说我们弄坏了 当然要赔啊 我就问我儿子说 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笔弄坏 而且还让同学哭了这样 那我儿子就说 没有啊 我上课的时候他一直用笔戳我 他就说你不要戳我 但是他戳他最后是连他的头都戳 所以我儿子才生气 把他的笔拿出来摔在地上说 看你怎么戳我这样子 那老师看到的是 他把他的笔 后面那一段 那老师就当然就斥责他嘛 就是你们俩在干什么 然后那个女同学就哭了 那哭了之后 我儿子就傻了 就老师就责备他嘛 然后就叫他罚站 那他也都没有替自己辩解 他没有说那一段吗 没有 他没有讲 他连放学都没有讲 所以当我看到联络部的时候 他回来 我问他 他就开始哭 他开始觉得委屈 然后就说是因为这样子 他才摔了同学的笔 我老婆就很生气 那我要去找他家长算账 我说孩子这样子 你要去找他家长这样干嘛 不要用情绪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说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就跟老师讲 我跟老师讲说 过程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老师说 他应该要在课堂上告诉我 爸爸你要教他这个部分 那我就说好 老师我理解了 那是不是老师也可以 就是用爱跟关怀 来问小朋友整个过程 因为我没有去质问老师说 那老师你有没有问 你是不是就直接为审仙判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无罪 无罪推定吗 对吧 那你在学校应该也要这样啊 我连无罪推定都用上了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是用比较缓和的态度 去跟老师 你有去跟对方家长 有有有 因为他们也是同一个安清班 OK 那后来我就在安清班 就是遇到这个 也不是赌他啊 我们就买了一支新的饼嘛 然后我就跟他讲 不好意思 但是其实过程是这么一回事 那个家长知道之后 他原本是生气嘛 那他知道之后 他也是说 那原来是这样 我小孩反而没有讲 因为犯错的人 先犯错的人 他不会去讲自己犯错嘛 他就是有点恶人先告状 那他父亲 他爸爸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也是不好意思啊 就是跟我说声抱歉 然后那这个笔我们就不收 所以没关系没关系 我都已经买了 那就是 我不然这样子 我让我儿子拿去给你女儿 吓我一跳 对 我让我儿子 戳你女儿 套之下 然后再教他把笔给你 因为我本来想说家长拿给家长 然后我想想 应该让小朋友 试着去解决嘛 那我就教我儿子说 你就把这个笔给同学 然后就跟他说 我把你笔弄坏了对不起 可是请你不要拿我 送给你的笔 再戳我了这样子 那后来他就跟这个同学 变成好朋友了 OK 就是不打不相似啦 那后来到高年级 他就慢慢很稳定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孩子 从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双方的家长都学习了 小朋友也学习了 重点是老师也要学习 他们俩现在变成好朋友 他们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戳戳乐 OK 他没事戳头 当然是玩笑话 可是 可是老师这段 孩子有很多时候都不会处理这些 他也不知道 他只觉得他受了委屈 他也不知道他到底该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 这个狄志伟做得很好 他就是一个真的是用理性去处理 在我们那个年代 你的节目里面我都讲过 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像他说的 假如孩子在学校有什么问题回来 都先打自己的 骂自己的 你告父母状是没有用的 就表示我们家教好 你必须要忍耐 一定也是你不好 你问他恰恰 所以他会跟你怎么样 这样子 然后去告老师的状态 老师会看那个学生的背景 我知道那个欺负我的 他爸爸是那个团管区的司令 当然不敢怎样 在我们那个年代 民国三十几 四十几年的时候 那就最后被打 被欺负久了以后 就是以暴自暴 他戳我 我后来就戳他 戳到他就哇哇叫 然后从此就要求老师换位置 那所有要换过来的男生都跟我说 我来说我爸爸是船员 这是巧克力 那我给你 被欺负久了以后 就是以暴自暴 他戳我 我后来就戳他 戳到他就哇哇叫 然后从此就要求老师换位置 那所有要换过来的男生都跟我说 我来说我爸爸是船员 这是巧克力 那我给你 然后这是橡皮擦 是日本的 给你 你不要打我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跟你说 我当然这样子是不好 可是对我来说现在 今年七十几 我只想到我七岁的时候的遭遇 我就认为说 学校是充满了很多家长不知道的霸凌 那孩子呢在同才之间 如果不是成群结队 会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那如果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万一个性就像苏家宏这样子 即使是好朋友他也不敢出面 你懂吧 搞不好你被打他先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孩子都是孤独的 所以家长回来为什么说 现在有这个联络部 这是很好 可是一个老师对那么多学生 有时候难免会有刻板印象 或者是观察不利 那如果说每个家长的处理 都像迪志伟跟那个孩子的家长 这个就好办 就很怕说像迪志伟的 包括迪志伟的太太 要出面去找他算账 这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一样交学费 为什么同班 为什么我们孩子要被欺负 我们还要去跟对方道歉或讲道理 这都正常 所以刚刚迪志伟也说过 就是家长 孩子 学校 校方 大家都要比较理性 那用比较客观或者包容的心态 去看一个个案 这是很重要 因为一般来讲 当然志伟是都是儿子 两个都是儿子 那处理的模式上面 对 我刚一听到志伟刚刚讲 他太太讲 我去处理 对 你们不知道 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 对 可是换一个假如这样 而且你是女儿 有人都觉得女孩是好歹 脾气可能会比较稳定一点 会比较好 会吗 我觉得没有 没有一定的 真的吗 那女儿有发生过什么状况 我觉得孩子在一个过程里面 他容易有挫折 像譬如说他喜欢画画 然后他就常常会 就是一种刻板印象 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画得很像很真 那才是画得好 那我常跟他讲说 其实不用那么像那么真 你只要画出那个感觉就好 可是他就觉得没有 他就是只要少了一点点角度 可能差了0.1公分的角度 他就觉得那就是不完美 然后他就会气得 就是开始拍桌子啦 或者是大哭啊 他什么时候开始会这样 他从小就是很完美主义 OK 对 然后包括练琴也是 就是他会觉得他那个琴 那个地方一直谈不好 谈不好 他就觉得干脆他不要谈好了 然后他就说我就是没有天分 我说你没有练习不是你没有天分啊 我觉得你很好啊 你画得很好 你弹得很好 他说没有 是因为我是你女儿 你才这么说的 我是很烂的 我说你没有很烂 他说有 我说没有 他说有 我说没有 然后就你知道我本来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小绵羊的妈妈 也会被小孩就是 激到 对 激到变成母老虎你知道吗 然后有时候他写功课 我就说你这个写错了 你擦掉重写 他就说我不要 我说不行你一定要擦掉 我不要 然后我们两个就吵架 就你一句我一句 他就说我讨厌你 我说我也讨厌你 然后他就说我比较讨厌你 我更讨厌你 然后我就觉得 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 我好幼稚 陈丽婷怎么幼稚啊 我还记得有一次跟我女儿 就是两个人在那边斗嘴 斗嘴来斗嘴去 他就说 我要离家出走 我说好啊 那你走啊 对啊 结果他就真的把东西收一收 就走到那个 外面 我就从猫眼偷看他说 还在外面幸好没有 我就只好打开门说 那个 进来好了啦 然后他又进来这样 对啊 他在外面也一直在等 怎么还不开门 都等这么久了还不开门 对 就是可能彼此都想要面子吧 那请问一下 那这时候你老公要干嘛 他不在家 因为不在家 对 其实我发现所有的父母 教小孩功课 都会变成很暴躁 你有没有朋友有碰过那种就是 不管夫妻哪一个 要进去教功课 对 第一个进去以后 对 里面就开始声音越来越大 噼啪 然后另外一个就算 你气什么呢 这小孩你气什么 你出去 出去没多久 你便快杀人了 然后这时候就跟他出来 然后拉出来算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管我 这个太不受教了 你不要常这样 我们家就是这样 五哥你怎么知道 每个家都是这个样子 完全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教小孩跟教另外一半 我跟你讲都是这种经纪 是吗 老师跟教另外一半 也是这个样 你夫妻教妻子开车 那么妻子教老公 做家事都是这样子 是 OK 那老师这怎么办 他都没有办法 他女儿都已经搞到 离家出走 还好没有这个离家出走 这以前要在猫眼看 他如果真的跟你跑掉 怎么办 没有 他一定在猫眼看 是对的 可是太早开门 太早开门 我是觉得 让他在那边 无助一下 反省一下 感受一下 妈妈 害怕一下 然后呢 也许让他回来 敲门说 我错了 我要回来 这样会更好 要不然他知道说 每次我一走 我妈就开门等我 他小孩子就不知道学习怎么样 但是太小也不要那么计较 其实我跟你讲 现在这些孩子的这些事情 只要不出现生命的危险 然后妨碍到公共的利益的话 都无所谓 这将来都 人活着是为了讲故事 这些都是将来你在取笑他的故事 或者他自己被取笑的故事 都是体财 只是说 刚刚五哥说你比较幼稚 这是真的 不用跟他拉成平 对 他们两个还对口骂成这个样子 我讨厌你 我比他讨厌你 我更讨厌你 我超级讨厌你 怎么样 比智慧多就对了 不是 那到底要怎么样 他说他讨厌我 我会很伤心 不是 你这个孩子是一个自尊心很强 因为他完美主义 他对自己要求很高 他不想跟你漏气 然后他又自己觉得说 他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可是又达不到 他就自责 他就认为说自己不行 那这时候 他如果说让我们不行 你就顺着他的话 我也觉得你这次好像不行 我们下一次弄好一点就好了 你不要硬要跟他说你是行的 我讲现在很多家长 整天跟孩子明明是庸才 硬要把他搞成人才 人才不要紧 还要拍手捧成天才 所以这些父母亲 最后都变成孩子的奴才 根本不需要这样子 他说我是不行 你说我认为你应该是行的 他说我就是不行 你再这样子讲 我再看一下好像这一次不行 你就说这一次 就说这一次 那你这次画的不行 那你觉得你这次不行 不行在哪里 不要让带子走 你要介入带他 你不行在哪里 你会不会觉得说 是因为这边多画出来 跟不一样 那时候你就跟他讲说 有一种画 是不要跟原来都一样 叫抽象画 他就觉得 什么叫抽象画 你就不会改就好了 他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搞不好你就是那一类的风格 就把孩子带一大 你不是 你就跟他拉扯 拉扯 然后跟着拉 拉拉 最后还延长 照着他的意思 你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孩子会很敏感 这样的孩子特别敏感 你说话要特别小心 但是也不要小心到 都迎合他 或者都责备他 对 这很多就是在跟孩子在沟通 或是在过程当中 可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阿 莉琴你也不要管他的画怎么样 哪一天哪一幅 老师说的抽象画给他看 为什么 他刚刚讲 这幅画看得懂吗 看不懂 对不对 这幅画多少钱 十亿台币 为什么 笔卡索好不好 那你根本看不懂 他在画些什么 他就是这么值钱 谁知道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 但画最后 对不对 家伙你的脾气一直很好 你都笑脸笑脸 对对对 你们家两个小孩成长的过程 会出现刚刚讲的那些状况吗 如果真的你们家小孩跟 莉琴一样 说离家出走 你会在猫眼看吗 我一定会在猫眼看 然后看如果他要走的话 我会在后面跟着他走 好奇喔 我想他要玩什么把戏 你会这样子 小孩子就是如果说 他如果在外面闯祸的时候 其实当然觉得他闯祸 做事个人单啊 对不对有什么关系 其实就有一个孩子 他就在学校 他其实就没有做功课 那老师中午午休的时候发现说 同学怎么没有做功课 同学你怎么没有做功课 老师不是叫你说他教吗 那老师我不起了怎样 于是他就把桌子翻 冰斗 冰斗 那时候那个是午休的时候 那同学弄个泡面 是刚煮好的 所以一弄 老师这个时候 老师受伤了 老师受伤烫伤嘛 那同学弄个泡面 是刚煮好的 所以一弄 老师这个时候 老师受伤烫伤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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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受烫伤的时候 大家同学就过来看 那结果这个同学觉得没怎样 那跟家长讲 学校也跟家长讲 家长也说 哎呦 小事啊 不过他自己做 他自己做 我们很忙 老师这小事 老师很生气 那大家都会觉得 那很生气是不是告这个同学 什么少年事件 不只这样 因为老师他应该要受伤 对啊 烫伤 烫伤其实很麻烦 那个皮啊 那个还要 所以那时候呢 就要求要赔偿 那赔偿的时候 孩子的爸妈还知道 原来孩子闯祸 父母亲是要连带 所以最后才有 还有一个和解 所以如果我孩子这样做 我一定跟他旁边走 为什么 因为 你怕他在外面惹祸 对 我怕不走 你只是怕出钱 对 我怕出钱 OK 怕出钱也是 可是这还是一样 回到父母还是要为孩子 在成年以前的事情 要负年代的责任这些 可是讲到孩子 现在孩子会不会 动不动就要讲说 离家出走啊 或什么 所以你们家孩子也有 要离家出走吗 这是老大 比较活泼外向的 那他有一个很好的同学 那因为 我在他一到四年级 我都会帮他复习 就是要考试的时候 我就会帮他复习 定好schedule 就是虎爸这样子 那他也习惯我帮他复习 他说那爸这次 我可以找我的好朋友 一起来复习吗 我说你找你朋友来 那会不会你们就是想玩 不会不会 我一定不会 然后他就找一个好同学来 那我们也是禁地主之宜 披萨啦可乐都有准备 那他们吃得很开心 好吃完了我们要来复习 但是我们家老大就是 就是你真的没有心在 听爸爸帮你们复习 我明明讲三遍 你还可以答错 然后还跟同学在那边吸皮笑脸 我后来就生气了 我就变得很幼稚 我就把课本摔在地上 我说我不想帮你复习了 你自己复习 就算 就在同学面前吗 对 还带同学来 然后你们两个玩在一起 其实他同学 家长我们彼此都很熟啦 然后那个同学就吓到嘛 就是说 你爸爸我先回家了 就开始收书 我就说 没关系 我们再继续复习 他说不用 谁敢啊 然后我儿子就 他同学走 我儿子眼泪就流下来 就是爸爸你好 不给我面子 对啦 我就跟他说 谁叫你要这样子 我就跟丽琴一样幼稚 你幼稚不要扯他 虽然他也幼稚 不一样的幼稚啦 结果我儿子就很生气啦 他就说 我觉得有这样子的爸爸 我好丢脸喔 他就讲这个 讲这样的话 我就说 我有你这个儿子 我也很丢脸 你跟他这个真的很像 父母真的会有一个 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那我们也是从错误中 学习是这样的 然后呢 然后我跟妳讲 他就拿着他的钥匙 然后就 头也不回的甩门 蹦 就出去了 我就在里面讲什么话 你应该也猜得到了 出去有种 就不要回来 对 他才小学四年级喔 然后我想说 后来我停了十秒嘛 我觉得我好像太过分了 出去看一下好了 但他已经下电梯了 他真的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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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那边偷等喔 我也没有看 猫眼我就直接打开来看 我没有透过猫眼 那我就看电梯二楼三楼嘛 一楼 那我就赶快按上来 我也跟着出去看 我就看他一个背影 然后一边走疑似一边 擦眼泪那种感觉 那看了自己也觉得很心疼 很心疼啦 但不行 我看他要搞什么鬼 他就去小七 然后买了一支冰棒 然后就一边擦眼泪一边吃冰棒 然后我就看他吃完以后 要搞什么鬼 左看看右看看 他还是要走回家了 那我就赶快跑跑跑跑跑 跑上来的楼 先跑回家 然后还要故意把电梯按到一楼 因为我住七楼嘛 不要让他发现说 爸爸跟踪他嘛 后来我就看到 电梯有上来了 六楼 七楼赶快进去客厅 门关起来 结果他就开门进来了 我说你去哪 不跟我讲话 我说你去哪里 他就说去Seven 我说去Seven干什么 不要跟你讲 我说好啦 好啦 过来 爸爸对不起啦 爸爸知道你刚刚买了一支冰棒 你这样还不是告诉他 你该跟着他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展现父爱嘛 爸爸给你 这个钱给你 以后要吃几支就去买几支 因为我觉得我太过分了 我虽然没有打他 可是真的 让他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 那请问一下 他那同学从此以后不来了 没有再来过 应该是嘛 现在也没有练 所以他现在高中了嘛 对 这个是他第一次离家出走 他还有第二次 因为他讲的话习惯比较多 那我跟他妈妈就会轮流念他 因为怎么讲他就是不改嘛 可是可以念到火到离家出走不容易 他就念到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念我了 我真的觉得很烦 然后就是 我就跟他说 所以你觉得有 我就会回想起 他说有这个爸爸很丢脸 很丢脸 所以你觉得有这个爸爸让你觉得 丢脸吗 不OK吗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我没有讲是你自己讲 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是会叛你顶嘴的 但我真的觉得他这是很小的事情 我就跟他说 所以你不想要我这个爸爸嘛 我就自己补脑 我没有这样子讲你不要自己乱讲 我说你就是让我有这种感觉 然后他就站起来 我想说他要打我是不是 因为他现在比我高 我说你要干嘛 我要出去冷静一下啦 然后他就出去了 但是这次我就没有跟着他 他真的出满了 然后他出去了 但是他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才回来 但期间我会担心嘛 到底跑去哪了 你小孩跑去哪裡 他最后回来 我说你去哪 我去打球 我说你去打球 你很难得去打球 我以为你又要离家出走 他说我本来想要离家出走 后来遇到我同学要去打球 我想算了 我去打球好了 就是彼此给彼此一个台阶下啦 那我从那次学习到 就是说孩子的情绪 你在念他 他如果没有回你 其实你就要感恩了 世伟你自己觉得 你的情绪比较难控制 还是孩子的情绪 比较容易失控 我觉得我以前 我比较容易失控 因为平常我们对外都是很客气 对 压抑的 压抑的 所以当这样的人 一旦你被激怒的时候 跟太太跟小孩都是 智惟应该很睡戀 对 他会睡戀 听起来是 所以睡戀很容易跟孩子之间 变成这样的结果 睡戀很令人讨厌 是啊 可是我跟妳讲 我跟妳讲 离家出走不是 你们这个年代的小孩会做 我自己那个年代 我都离家出走啊 嗯 对啊 什么事情 要离家出走 我妈妈很爱打牌 你知道吗 那我妈妈牌技不好 牌比又差 那打回来的话 就检查我们的功课 就重写 所以为什么我自写得很漂亮 就是重写来的 你知道 所以我们就很讨厌 然后每次生机跟我爸爸吵架 他就认为说 喔 我那个去世的大法官 就说 就说华月钦 你是那个 什么人生的啦 啊你是阿妹生的啦 啊你是那个 你不要叫他生的啦 啊你是什么 露露生的啦 都不知道生的啦 后来呢 那我哥大概无所谓 他大我五岁嘛 可是我就不行啊 我就认为说 我们既然是你的 你是我们的养母 还这样子虐待我们 整天打我们 我们要去找生母 于是我就发动 那时候我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 我就找我的弟弟跟妹妹 这两个 我就说我们 迪拉出走 对 然后呢我们就 以后呢 10年后 20年后我们都长大了 我们再在 新颖的车站再见 好不好 然后就 好可爱喔 那时候我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 我就找我的弟弟跟妹妹 这两个 我就说我们 迪拉出走 对 然后呢我们就 以后呢 10年后 20年后我们都长大了 我们再在 新颖的车站再见 好不好 然后就 好可爱喔 然后呢 我还拿这种纸 因为我爸爸那时候 还没有当议员 当旅长 那就有牌子嘛 我们就黑子写黑字 我们就按那个 子母印 然后一人一张 有没有把手咬破 没有 就一人一张 用铅笔写的 然后写完就说 我某某人 然后我跟什么人 要离家出走 去找我们生母 然后几年后 我们要在 新颖火车上 再见 就这样子 然后就按 就三个人都按 个人一张 然后呢 我外婆都不说什么 就打电话 就跟我妈说 你这个生母 要赶快回来 你这个 你这些 养子养女 你这些养子养女 要去找他们的生母 我看你这个生母 牌票打得快回来吧 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 回来就是被揍一顿 对啊 就是 所以你们真的没有成功 当然没有成功 因为我外婆已经提醒我妈妈了 所以我妈妈赶回来 不然一定会成功的 以我的个性一定成功 因为我都拿 我们那时候以前 我们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手提箱 没有什么手袋 提袋 都是那种 一个布包金 包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帮我弟弟 他最喜欢的衣服包两件 然后把它弄起来 然后让他可以背的 我妹妹也是 然后我自己也是 然后那张纸就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三个 就决定要走的时候 那么我妈妈已经回来了 然后就全部跪一排 跪一排 我们马二甲安置中心的小朋友 他们即使是安置中心 他们也想跑 他们也不想站 所以我当时盖这个 马二甲安置中心的时候 我故意围墙没有很高 我就不想让这些孩子 我们收容进来的 安置进来的孩子 他是像在这个监狱里面 所以我墙不高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孩子 跑出去 那跑出去怎么办 我就跟孩子说 他们一回来 因为他们跑出去 没地方跑 隔天警察就会把他带回来 不然他自己跑回来 我就叫他们说 你们以后要逃跑 不用逃跑 就公开说你要出去 不想在这边待 然后我们就开大门 让你出去 然后闲息骂 他们就叫我闲息骂 闲息骂 会给你一个泡面跟一罐水 免得你们路上饿了 肚子饿了 没有水喝 看你们都安全抵达 再打电话 或者将来成功再写信给我 再回来看我 对 这样也是 隔天就回来了 对 警察常常说 你们孩子已经没人走 已经要走 OK 但是我比较没有办法理解 疫情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画面 你女儿跟你 又回到幼稚的那 你们家还有很多幼稚的过程 我们家 但是吵完以后 他要跟你 煞跪磕头道歉 不是 冤枉这个一定要解释清楚 就是我们两个 他有时候你知道 现在孩子放学回家 他可能会看手机 然后看的时间很长 我说你不要再看手机了好不好 他说等一下我跟同学联络一下事情 我说你不要等一下 现在立刻马上把手机放下 然后他就说烦死了 我说你说什么 然后他就说 我说烦死了 我说你才烦咧 他说你世界无敌宇宙烦 我说你世界超级无敌宇宙烦 烦烦烦烦就是你 这样 我们俩就又吵起来了这样 然后他就很生气 因为我骂他 我说你再讲我一句 我真的要拿衣架 送你把手伸出来这样 然后他就很生气 就说我才不要让你打我 然后他就鞋子都没有穿 然后就冲出去外面了 就不见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我要不要出去追他呢 还是 但是后来我赶快打电话给我老公 我说你赶快回家 看一下他在哪里 结果我老公就在那个 家里附近的公园 看到一个小女孩 没穿鞋子坐在公园里 后来就把他带回家了 然后带回家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公园 可能自己有思考 然后他看到我 他就抓着我的大腿小腿 然后我就边走路 他就边拖 我就边拖着他这样子 他说妈妈对不起 皇太后对不起我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说走开啊你不要 他就说拜托你 他就说我要怎么样 你才会原谅我 这样 我说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 我知道我的态度不好 然后就说不然我跟你磕头 我说你不要再磕头了 我现在还好好地坐在这里 请你不要再磕头了 然后我就说你就 把你自己觉得你错的地方 告诉我就可以这样 所以不是我叫他磕头的 等一下 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我老公 是你老公 在回来的路上 讲了什么东西 让他回来要这样子 一千块回去跟妈妈道歉 对 你们的日子比较好过 可是我有问他 对他好像应该会讲类似这样的话 但我有问他 我说你老实说 你到底刚刚在公园讲了什么 他说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有说 是他自己主动要给你认错的 对啊 然后他只是很 幽幽淡淡的在旁边插着腰 就说 唉 这是什么家庭八点档啊 就这样而已 他是不是在路上 给他看那个十神那部电影 就得罪方丈以后 你会看到 那个人被拖出去 血液倒流 是什么 可是老师 一般我刚刚为什么要跟他们问那个 父母的情绪比较容易失控 还是孩子 有很多家庭 其实你自己不自觉 但是爸妈的情绪 比较容易压起来 那这怎么办 对啊 因为父母亲就比较主观啊 他年龄的话 他年龄之失 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半多 对啊各方面 栗勤已经是把自己 变成跟他女儿平配 然后呢 他就跟他女儿玩嘛 那他的女儿 他先生也许会跟他讲说 你是不对 等一下跟妈妈说道歉 这样子而已 因为这个小女儿 他自己跑出去 他已经知道他无路可走 他需要妈妈 所以他愿意回来道歉 可是呢 做家长的 最好父母亲 不要敢子女说 你不乖就给我出去 这个出去呢 也一定要像刚刚 你们都有从猫眼啊 或者你会去跟着跑 你要跟着 因为呢 有真的孩子出去 父母亲晚半个小时 像你那小女儿就被拐变了 还有到公园啊 什么陌生人就拿走 还是要注意 但是父母亲的情绪 我跟你讲 也不用太在意 这就是家庭嘛 家庭就是一个制造冲突 然后又和解 然后再进一步了解 然后再继续制造新的冲突 然后就是周而复始 然后父母就这样子老了 孩子就这样子长大 也不用太紧张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 就是黄老师刚刚讲的 这就是一个家庭 以后年纪大了 大家在讲到以前的故事的时候 对 黄老师离家出走过 然后20年以后 大家新颖再见 如果不是有那一段 怎么能够讲出这一段 但是不管怎么说 情绪有时候发现出来是好的 不能一直闷着 火山太久不爆发 爆发起来会更麻烦 但又是在爆发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学习控制的一下 因为总是不能一次失控 就造成以后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些后果 OK 家里面的沟通 永远是最大的一个课题 希望家里面都能够好好地学习 OK 非常谢谢天堂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 正在这一次 我们下次见 拜拜